连日来,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圈,由重庆市台商协会清委会发起的献血活动正在持续进行。 不少留在大陆过年的台湾青年踊跃参与,希望通过无偿献血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。 台湾青年们在献血车外,排队等候献血,他们中有的是首次献血,有的是有过多次献血经历。 第一次在大陆献血的张博凯就是其中一员。 临近春节,重庆血液库存偏紧,张博凯说,大家都流淌着盐黄血脉,在大陆为同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非常有意义。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,其实在这次经历疫情,很多民众,我们台湾也是不能做什么。 那现在发起这个活动捐血,我觉得特别好,特别有意义啊。 潘建文到大陆工作已经12年了,之前他是一名职业经理人,在大陆工作的几年间, 他发现飞速发展的大陆处处有机遇,索性自己创业,目前在重庆经营几家公司。 潘建文这次不仅自己积极献血,同时还组织公司员工前来献血。 他说,能为大陆同胞贡献一点力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 办这个活动呢,因为第一个是因为献血对本身是对我们本身身体是有帮助的。 第二个呢,是希望因为重庆确实也目前来说也很缺血,所以我们组织这样的一个献血活动呢,主要也是想缓解这些血荒的一个问题。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,合家团圆是大家的共同心愿。 即将到来的春节是潘建文第一次在大陆过年,留在重庆过年,家人成为他最大的牵挂。 不过为了疫情防控,潘建文认为这点牺牲都是值得的。 他说,这个春节虽然不能回到父母身边,但可以打电话和视频问候。 除夕的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们像我一个人而言,我们已经跟我的爸妈,我的哥哥弟弟一起约好了。 我们到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开个视频,我们不能讲说叫视频会议,我们叫视频吃饭。 视频年夜饭的概念。 在大陆生活了18年的张明远,已不记得在大陆过了多少个春节。 张明远从小在台湾眷村长大,谈起眷村过年习俗,他滔滔不绝。 张明远说,虽然身在大陆,但是过年的习俘和在眷村是一样的。 他说,在重庆过年也有家的味道,等到春暖花开,山河无恙时,再回台湾看望父母。 很多的游子或在外面打拼都想返家,大家一起团聚。 那因为这两年比较特殊疫情的原因。 那我们在这边呢,其实留在这边过年呢,我们也跟家里面人沟通,他们也很赞成。 人文风情呢,跟我们在村子里面是一样。 据重庆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测算,有近九成的台商选择留在重庆过年。 重庆市台办连日来走访慰问了多家台企。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迎春联谊活动。